第六期的期权 周期权顾名思义就是距离到期日只有一周的期权 通常来说周期权是在每周的周四推出 并且是会在下周五到期 那么周期权主要是运用有明确目标的买入以及卖出的差价策略上 好处就是能够帮助投资者有效地运用市场的试剑 比如说业绩 政府报告以及联储决议等等来进行投资 那么周期权的报价是可以在期权链Option Chain当中显示的 大家了解了到期日比较短的期权之后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长期期权 LIPS 那什么是长期期权呢 好的 LIPS的全称是Logity Anticipation Securities 也被称为长期股权预期证券 简单长期期权 好的 对于长线的投资者来说呢 Libs就能够满足投资者的需要 达到到期日通常的是长达三年 这也就是为投资者提供了可以长期的眼光 投资观察一个个股 或者是整个市场的工具 而标准期权的到期日呢 通常是按照月份来计算的 那么Libs也是分为两种 看涨期权以及看跌期权 此外呢 Libs还分为股票Libs以及指数Libs 股票Libs的看涨期权的好处呢 就是能够为长期的投资者呢 提供从大盘股的增长当中获益的机会 而不用直接进行股票的购买 那么股票Libs的看跌期权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在投资者资产大幅下挫时提供对冲 那么指数Libs呢 则是可以让投资者对于整个股票市场 或者是行业板块进行交易 对冲或者是投资 时间跨度呢 是以年份来计算的 我们通过实例来了解一下 以AAPL为例 首选在输入AAPL的代码之后 出现AAPL的期权链 随后在到期日选项中选中Libs 此时就会出现AAPL长期期权的报价 如2016年4月到期的不同行权价的期权 还有2016年6月到期 以及2017年1月到期的Libs 这些期权与一般期权不同的地方在于 到期日时间跨度长 达一年两年三年不等 若投资者以长远的眼光来看 那么不妨买入2017年1月到期的看涨期权 选择这样的期权就是不用担忧短期的向下波动 只要长线上涨即可 在初步了解了周期权和长期期权之后 结合前几期的期权课堂当中所学到的支持 我们来做一个互动的测试 Tom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在交易周期权或长期期权时 该如何选择行驶价 是该选择价内期权呢 还是选择价外期权呢 好的 那么对于短期的周期权来说呢 或许说价外期权呢 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因为啊周期权的到期时间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 如果说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呢 让价外期权变为价内期权的话 那么周期权呢 将会变得一文不值 但是啊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呢是买入了价内期权 也不能够保证你获利 那么对于长期期权来说呢 由于时间的跨度呢 是长达两三年的 因此啊 价外和价内期权呢 都有获利的可能 也就是说呢 都具有较大的时间价值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博 Facebook 以及Twitter的期权扫盲相关信息下面 留言互动 看看谁的学习能力最强 加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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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